章話館政府今天開始在章話館的體育中有基盤 章話館100空氣年廣民運動台會 最后在管理體育館起興規模議席 這次活動賽事都做2,000多人參與選會 3天的比賽中選擺優秀的選手 代表章話館參加全國典型競表賽 為章話館獻上官的演武 在委員長的大項集合 以為貴賓就會參加100公斤的進走 有錢 委員長表示 為貴賓只有一百空氣年廣民運動台會賽事正是電氣 章話館建復為了推動章話館成為一個燈酒館 後來章話館的運動都淋水 並且讓自己有成功的困難 所有的運動可以讓身體健康 所以每年都會基盤章話館運動會 今年有2,000多人參加比賽 將選出優秀的選手代表章話館參加全國典型競表賽 為章話館獻各個館的演武 很高興大家在擺盲之餘能夠透過現運各項的運動比賽 看見參賽的選手各個技勢堂勃 母犬叉雜 自信滿滿 參與及準備圍棋三天的賽事 可以遇見這場賽事一定是精彩可期 我在這裡宣布107年本縣 縣民運動大會區幕 熱淚開幕 你看委員王輝密表示 他會比賽的鼓勵專民來運動 並且組最喊著氣 達到專民運動更新的目的 如果是我們中法官來鼓勵這個館民代會 那除了在這裡表揚一段基優人員 對我們體貢的貢獻的任務以外 也利用這個機會來選辦我們的中法官的選手 來參加我們全國的運動會 要活就要動 如果讓我們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有辦法讓我們的生長的孩子 有一個健康的體負 這是非常重要 未來我們營造更多的這個相對的運動設施 提供給我們鄉親 讓大家呢 在這個過程中有辦法來運動 有辦法來休閒 最重要 利用這個機會 可以再把我們縣內的所有的資源再做個整合 讓我們優良的選手 都能夠得到最好的一個佳績 我們說未來跟大家共同來努力 讓我們培養出更多好的選手 讓我們的鄉親有辦法更好的身體 共同為我們未來的努力 開幕電力由兵和國修閣隊開出門 兵有勝於國中修的台軍的表演 以及台東國中政策的舞蹈表演 全分典型運動中的樂得漂亮 讓人親身感受到學生的青春活力 新中華新聞被变臨 中華彩虹報道